金马争议9 富于台湾出生第二代新著名脸书发生想骂人的请来者 金马奖昨晚爆出台独争议我们的青春在台湾夺最佳纪录片导演富于历经六年拍摄318太阳花学运得奖感言激动说 希望我们的国家可以被当成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来看待这是我身为一个台湾人最大的愿望 此台独言论引大批中国网友翻墙去他脸书通骂 对此他更新脸书写下65字文心情还没平复 但实在太晚了无法写些什么长篇大论 只想先说想骂人的请来这边 在其他无关我们的青春在台湾的天文底下做人身攻击 怎么看都有点荒谬 富于先前接受风传媒专访时 曾透露自己是新著名第二代父亲是来台念书的马来西亚华侨 母亲则来自印尼9岁时全家来台定居 他也坦言我的身份比较奇怪啊比较尴尬 富于也提到父母的政治立场是认同中华民国 母亲更自认是中国人 从小受到家庭的政治立场影响 他也坦言以前想法 懒懒的知道上大学后才开始接触其他政治立场 他透露曾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到迷惘 经过一番迷惘和追寻后 他终于找到台湾认同 虽然说曾经迷惘过 但我觉得反正我就是台湾人嘛 由于富于的父母不是台湾人 招批根本不是台湾人还发表台独感言 不过富于今接受自由时报访问 表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 父亲确实是马来西亚华侨 9岁举家来台定居是他的母亲 父母结婚后也定居在台湾 一家人都持有台湾身份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